维新圣教学院20日举办岁末团圆感恩参会 成立院校长与各授课法师等和应用易经研究所 以及推广教育的学员同修们共同聚餐 感恩老祖师尊开辟了维新圣教学院这个平台 让大家可以来此学习 感恩宗主混元禅师 带领学院陈校长、礼副校长等长官 便手之足地成立维新圣教学院 更感谢研究所原通院长及所有授课法师教授等 辛劳教育付出 让大家都能在此学习成长 陈立院校长至此指出 除了邀请上课的同学外 也邀请自第一届起的同学们一起回来一同参序 陈校长感谢所有授课老师 与此一年中的辛劳 将时间拨出来给学员们 也鼓励同修们 只要符合资格都可以来选修 可以来参与研究所招生 并且一至三届研究所都满招 希望四届也能满招 大家一定要把师父终身学习的理念来落实 在聚餐圆满 沈校长也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师生同修们 拍摄贺岁影片 祝福大家万事如意 和家平安 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导